大家好,又玩星刺,真是吹脹這一關就叫做真正的戰鬥開始 大哥,那就是之前玩什麼 現在才叫真正戰鬥? 玩了這麼多集 上集兩個雅典娜之錦炼在互相角力 但是雅典娜立令停手,不要再向薩卡出手 還叫薩卡 雅典娜不知道為什麼要責線,叫薩卡殺自己 你看雅典娜,她13歲 但她化育得非常完美 其實可以叫做,也是很美女 說真的,88位群下精神,擁護一個13歲的美女 說真的,很正常 大家都很奇怪,為什麼阿典娜會自殺 現在冰河和阿順都來了 這麼久都沒見過冰河阿順,玩了這麼久 咦,這裡死了,龐伯說阿典娜就死了 星馳就感受到了,亦都知道了 多慘 總共有兩次,大大話話之前 現在在玩自殺 阿星馳想哭,好想哭 我們是無力的,名字的聖人 那阿子龍也拋了頭,為什麼會死呢 咦,這傢伙之前和同虎呢 同歸於盡的,但是沒事 永遠都是這樣,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說死又死不去 很正常,所以一點都不需要驚訝 前教王 他就是屎昂,也是穆先生的師父 對呀,阿子龍很關心他的老師,阿童虎 阿順又不撿雞,先說說話 接著就,咦 哇,星馳發瘋,因為看到阿典娜死了要報仇 好啊 OK,條件都不是說難做的,都應該可以的 月級挑戰,星馳對屎昂 看看吧,這個故事其實屎昂和星馳都沒有打得那麼激烈 在這遊戲自己作出來,無故就打一場 那時候,其實主要都是想說,究竟阿典娜死了 有什麼特別幫助,整個故事發展 以及叫星馳帶點東西給阿典娜 那車團正尾,為什麼要把阿典娜死呢 我想其實原因就是,因為你要找阿典娜 阿典娜要去,要講數嘛 或者要打下黑提斯,要找他 那你要去冥界,去冥界有兩個方法 一,就像神話故事一樣,要不就找冥界入口 我記得好像在西方,神話故事說 第二,要不你死鬼了,就去冥界 所以阿典娜選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死了,然後去冥界 就是這個原因 那我想沙家寫給阿典娜的訊息 阿典娜的訊息就是 打算說 阿典娜,你要覺悟 你死了,我要找黑提斯 就是這個原因 好,搞定 投技結束,做條件 好,我來打算 我來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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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阿屎王是很厲害的 神經病 根本不夠臭 那個遊戲 寫得不太好 好,哼 其實我小時候自己看 也很奇怪 我小時候看不懂 為什麼阿典娜會死 或自殺 我在想阿典娜是不是 假裝 你也知道,車連政美說的故事全部都是假裝的情節 他們覺悟了,終於知道為什麼了 整件事真的很正常 打菠蘿,菠蘿在水裡 海神阿波羅,所以要下水底 打死神克蒂斯冥王,當然去冥界 很合理 阿典娜的聖意 阿史昂就拜託聖詞拿件阿典娜的聖意被阿典娜穿 為什麼阿典娜不穿著酒呢 哈哈哈哈 聖意聖意在這裡 聖意特別一點,他不是放在聖意上 是一個阿典娜的神像的縮小版 這個就是阿典娜的聖意 阿典娜你穿著酒或者自己帶著就不用這麼煩 又夠抽 人間的血液 阿典娜的聖意 阿典娜自身的血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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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因為阿典娜她剛才被阿薩卡殺死的時候流了很多血 整個地都是阿典娜的血 她就用阿典娜的血灑進聖詞等人的聖意裡 讓她的聖意復活 因為現在阿聖詞的聖意 叫做懶懶的了 容容懶懶的了 應該由新聖意看了 待會很快 大家看一看 等等 吹了很久的水 這樣也是正常的 這漫畫也講了 阿屎郎也講了很多很多話 先來打招呼一下爹 我們先去看看 咦 是不是說Saka 其實他們沒有背叛阿典娜 其實打算是幫阿典娜 他們的生命差不多結束了 因為他們的生命只有十二小時 你以為灑血了 灑血了 青銅星衣又復活了 變了 看到嗎 有些微妙的變化 嘩 我相信那個 好邪惡 那隻角 都不像仙女 有些鬼 最強最後的聖衣 有阿典娜的血 其實為什麼不敵多幾滴 到其他黃金聖鬥士 或者找一些白人聖衣 敵幾滴 只是敵到這四個人 現在去哈迪斯的城 因為那是去冥界的方法 要這樣說 要這樣說 現在這個阿典 這個希臘城 就撤退了 整班人都走了 應該 嘩 還有水吹 吹那麼久 同虎回來 嘩 闊變了二百多年 他們二百四十三年前 兩個都是 為了阿典娜而戰 其實現在都是 你不要以為 屎狼是背叛了 你們有沒有試過和朋友 很久沒見 突然撞到 都會吹好羅稅 大哥 他們大了二百多年 有快吹 正常的話 可是可惜 屎狼就等不及 走了 接著這關是吹水關 整個關都是吹水 沒得打 下體師城 整班正鬥士就 過了來這裡 其實 很快 我不知道他們坐飛機 還是用什麼方法 飛了來這裡 車田證明 好像 完全沒有交代 他們用什麼交通工具 除了打十二公 打十二公 我看到他們是 是坐飛機去亞典 有日本去亞典 坐飛機 其他人沒有交代 這個就是潘朵拉 算是大哥 或是最高領導人 暫時來說 一段時間以內 唯一 暫時之下 就是這個女人 這段時間 潘朵拉 就說 都是那些 狐假虎威 的 簡直 殺卡他們 現在 使不出任何的力量 因為 他們就是死了 十二個小時 之後 但是 修羅想碎死掙扎 這個女子 弱則千千 說真的 不需要發揮第六感 都贏了吧 這個情況 就是很虛弱的 修羅對著潘朵拉 誰贏呢 啊 啊無緣無故的 慘叫 搞什麼 好虛弱的 薩卡 那我說回 這個潘朵拉就說 有些陽光滲入這個城 那這些 其實 復活的亡靈 接受陽光 就會更加沒有力量 十二時間 那簡直 就誇張了 要人復活 你復活了這個人 誰知道原來怕光 神經病 那怎麼辦 那復活來做什麼 現在說回阿典娜究竟去了哪裡 那阿典娜 那阿典娜 明明死了 但是這個潘朵拉 就不知道阿典娜死了之後 去了哪裡 那薩卡就說 她死了就去了 死之國 死之國 就是命解 那這條路就明白了 原來阿典娜 用這樣的方法 學運哈迪斯 就是這樣的原因 現在去收兵 什麼叫收兵 真的收兵 收回兵 那些命解的士兵 全體總動員回到命解 找阿典娜 星座講到 也不知道星座怎麼來的 好像是飛的 可能要死 那如果我們打GTA的話 就是搭直升機 但這個是星座 唉 看到閹閹一色這三個人 今天是… 朱瓦 紫竜佑 忘了 紫竜佑 我… 你… 先輩として ゴールドセイントとして 何も残してや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 だ… だが… せめて… せめて… わ… 超感動 僕たちはせめて… 又要拜託阿星似救阿迪娜 嘩嘩 都是這樣的 黃金聖鬥士 完全幫不了手 趕緊給大家聽 那些埃歐尼 阿牧 米羅未死的 誰知來到這裡 他們有結界 令到黃金聖鬥士的力量剩下10分1 所以最後他們都死了 還要快死了 我不知道這裡有沒有交代 嘩 超有型的 所以他已經解決了阿奧尼他們 很慘阿奧尼他們死掉 嘩 星似仍然是一頭無水 現在每個人都去找阿迪娜 因為知道阿迪娜的計劃 咦 他跳到穴道 即是那個通往明解的洞穴 只龍就打算追 童虎就說你不要追阿 只龍等等 這樣 這樣有解釋 有原因 豬虎就說 其實應該是可以有一個戶外埠神 而會有火悶 就是艾美之族的 然後會有一個火悶 一樣 我告訴你 你不知在這裡 如果你要活生生去 去冥界 你要努力 五第八感 阿信就說星馳怎麼辦,他不知道,同哥就說他死硬了 那沒辦法,星馳太衝動了,沒聽完我這番話就飛了下去 沙家處女座沙家死的阿賴耶色,就是領悟第八感的意思 所以阿典娜和沙家都沒有死,他們都是領悟第八感活活去冥界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阿典娜整地血流到都沒事,不知道為什麼 要領悟第八感意思是很簡單,就是第七感之上的第八感 我小時候在想,一輝又死又復活,又去冥界又死又復活等等 那一輝就一早就認識,很厲害阿典娜 對不對 如果我看到童虎,我問問他,我一定會 喂,童虎,一輝他經常復活,就是第八感的意思 可惜這個謎永遠都解答不到,除非你問車田證明 現在就沒了時間,因為其實這些狀況都正在想著 那個洞,通往命界的洞就埋沒了 如果他們在想著,怎樣有第八感就太遲了 所以他們唯一就想著跳,或者是不跳 跳下去,同時就 在那一刻領悟第八感,不然就會死掉了 欸,燃燒小宇就這樣跳下去,他們 燃到最大 很齊心,一起叫 這個閃一閃白光,我就懷疑是代表跳下去了 這個遊戲 吹水關吹完了 下一關就趕快打這個冥界三巨頭 看到嗎 終於到氣肉了 你和我都沒有第八感,對不對 你有沒有,我就再研究一下 留下集,再和大家一緣少少宇宙 下集見,拜拜